接下來這個題目是一個題組 這個題目有下面這兩個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題杆 它說元素有兩種不同的同位數 一個是X10 原子序是5 它的質量是10.0129AMU 佔11.91% 另外一種是11.0093AMU佔80.09%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狀況 這個元素有兩種同位數 它的原子序是5 現在第一種它的質量是10.0129AMU 大約是接近10 所以這一種應該是有質量數是10的 那另外一種應該是質量數是11的 因為它的質量是11.0093AMU 所以這裡我標註一下 這個是10.0129AMU 另外一個是11.0093AMU 那其實這個精確測量的數值 我們在做簡單運算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去管它 你大約知道說這個接近10 這個接近11 這樣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問題它說 這個X的原子量是指下鏈哪一個 它的原子量我們一般如果沒有特別強調的話 我們這裡講的原子量就是平均原子量 那平均原子量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同一種元素它可能有好幾種同位數 我們會按照它的比例去分配它所佔有的原子量 然後最後的這個原子量呈現出來的就是 有跟它的含量是有加權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個在自然界裡面 X的平均原子量是多少 那它的平均原子量的計算 就是把不同的同位數 它個別的原子量乘上它的比例 再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這裡的計算就會是 這裡我們做一個估算就好 因為如果詳細的計算 其實在考試的時候沒有必要 很浪費大家時間 這個約10AMU 那另外一種就是大約是11AMU 那它的比例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把它大約看作是20% 10的這一種 那11的這一種我們就把它看作大約是80% 那這樣的話計算上就很單純了 所以第一種10AMU左右的就是10乘上20% 再加上另外一種11乘上80% 那這樣計算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它的原子量10.8 你就可以找到10.8跟它最接近的答案 也就是這個珠10.8E 這個就會是第一個小題的答案 那第二個小題呢 它要問你是這個X原子的最外層有幾個電子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以X這個原子來說 它有五個直子 那有五個直子的意思 就是說中性的原子它會有五個電子 所以它的外層電子 第一層填兩個 第二層填三個 K層 L層 M層 以此類推 OK 那它只有五個電子的話 第一層最多可以填兩個 第二層最多可以填八個 所以我們第一層填滿了兩個 第二層只剩三個 所以這個最外層就是三個電子 我們選的是C選項 好 好 我們也會有一個圈子 可以加上一層